非常的漂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飞厨房的吴师傅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 浸江牛肉丰的制作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们用牛大骨熬高汤 首先牛大骨给它穿水 汽血沫 然后我们大火烧开 改小火熬个两个小时 最后面的话这个汤熬出来 你看铁白铁白的 非常的漂亮 我们今天的鲜材是 牛肉的女鸡肉 没有助水多 非常漂亮的牛肉 然后我们所用到的一个配料 生粉 老抽 石粉 牛肉粉 牛肉汁 泡打粉 蚝油 碱水 鸡蛋 小葱桃 生姜 还有就是我们普通家里用的 鸡精 白糖 盐巴 我们现在来做 葱姜水 把这个姜 切细 小葱桃 稍微开一下 好 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倒上冷水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倒上冷水 我们把这个肉切成薄片 这没有做水的肉就是很黏 减水 2克 石粉 2克 牛肉粉 3克 牛肉汁 3克 牛肉汁 蚝油 2克 泡打粉 2克 鸡精 3克 白糖 2克 白糖 鸡蛋 2克 2克 顺十分 快速的搅拌 可以加点 老抽 快速的 不断的 顺一个方向搅 然后我们适当的 加点生粉 好 生粉我们再加点 那看比较干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适当的加点这个葱姜水 然后我们生粉再少量的加 好 我们适当的再加点葱姜水 记住这个姜末跟这个葱末 一定不能倒到里面去 生粉分个六次 少量的 一直搅得到浓稠 我们这个牛肉根做的差不多了 比较浓稠 一些的生粉跟蛋也都几乎都吸收进去以后 就没有这个水分以后 我们适当的加点油 有植物油 起嫩滑的作用 然后我们稍微再搅一下 好 我们把制作好的这个牛肉根 倒到这个保鲜盒里面 放速冻稍微冻个一个小时 熟地50克 当归10克 橙皮 也就是鸡子皮 3克 八角适当 山奈适当 桂皮适当 香叶两片 我们用这个一次性的香料袋把它装好 我们把装好的这个香料 放到这个熬好的高汤里面 熬至15分钟就可以了 牛肉粉 20克 牛肉汁 20克 盐15克 鸡精 10克 冰糖 5克 高度白酒 适当 蒸香 当我们的汤熬到这种颜色 深刻色 就可以了 这全部是药膳的味道 然后我们把这个香料包 把它捞出来 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这个颜色 非常漂亮 深刻色 现在的话 我们烧好开水 烧到大开 准备烫牛肉备用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是刚刚外面熬的高汤 大桶熬的高汤 把它打到这个小罐里面 放到这边备用 我们把刚刚制作好的这个牛肉羹 从冰箱里拿出来 然后这样 少量的放到这个热水当中 这个牛肉会浮起来 当这个牛肉浮起来的时候 这个牛肉已经可以了 加了葱花 切好的姜丝 香菜 我们打入 熬好的高汤 这一份完美的这个牛肉羹 就做成了